帐篷区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些孩子在上课 临时的上课区域 这里有一些救援队员还坚守在这里 这个上面还有孩子的手印 保护孩子在这边可以安心的上课 临时的一个学校 这个现在孩子的那个幼儿园也没有了 很多小小孩在这边 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婴儿用品 像一个大仓库一样 里面有工作人员在发放物资 然后村民们在这里排队领务资 很多很多人 那边是食物提给救援组织的 来自各界的帮助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账目上面写了不同的名字 这大哥他是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他说他们是自愿来自发来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费用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my friends 他们和朋友一起过来 是一个组织的团队 是一个组织的名称 We don't work for money Yeah I know 他们就是免费工作 他们花了自己的钱帮助这里的人 Now which city you're from Ismir Ismir 他是Ismir的那边也是一个古城 他和他的朋友自发来到这里 就帮助这里的人 Right OK 他会说英语可以帮我做一些简单的翻译 现在是他们那个发放物资的时间 你看已经排到那个队友排到广场外边了 前方那个道路堵死了 除了那个大型的一些组织的还有一些像他们这些小型的自发自愿的过来的一些救援组织 是当地土耳其本地人自己组织的一些 他们是当时过来是帮助把这个埋在这个摊达房屋下面的人把他们救助出来 然后把他们安置在帐篷里 而且他们会英语会图语 所以可以和各国的支援队和其他人的之间做一些翻译工作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这里 难怪他会说英语 他现在是波兰籍的人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回到土耳其 然后来这里又帮助自己家乡的人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这边的自愿者老师 他们在这边负责教我孩子 东东会帮我翻译他们需要什么 ok 写一下现在孩子们需要什么东西 我回伊斯坦布尔可以买 有一些好心的人捐助的书包 还有书籍在这边 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买一些物资 Can you just tell them we from China and the Chinese want to help them so let them know China Thank you very much 他们准备上课了 然后这个志愿者帮助他们进行守护消毒 然后里面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很欣慰各界人士来帮助这里 通过这种方式把物资里面可以用的物资取出来 但是非常危险你看那个墙上的裂缝特别大 用这个云梯上去 但是很多村民他还是需要这些物资 有些居民还是猫的生命危险 从自己家里面上楼把自己家的物资取下来 但是真的很危险 搭了两辆移动的这个ATM吃产机 我准备在这里取钱 国内的层姐又捐助了一笔 看这里能不能取现出来 取现出来我就刚发现有一家商店有卖吃的 这里是我唯一在村子里面发现的开门的一家商店 全部都买了 然后这些也管饱 然后又是甜食 还有外面的水我们也准备把它买了 刚刚在那边取到钱哈 现在在屋里装这些吃的 装的那个尬袋子里面好麻 小哥把这个外面的也打包起来 因为他现在这边买不着那种面包啊什么的 只有这些 而且他们本地人也比较喜欢吃这些食物 也可以放很久 现在把这家店先清空 现在已经把这个货架和前面堆放的东西清空了 买了三大包还有这些 我们把这边仅剩的水也给全部买了 现在我们把车里全部装满了 感觉我们没有我们坐的地方了 一辆车全部塞满 然后因为我跟房东的语言不通 然后我们又不断的用手机翻 而且我们本来是打算把钱 钱款交给某个负责人 但是他们说这些负责人可能不会很好的把这个 这个钱利用给责民 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地方去买了 把东西拉过来 现在又开了朋友的车子过来 辗转了很多时间 真的跟他们交流有一些慢 然后他们沟通上也有一些麻烦 所以现在已经下午5点钟了 我们才把这个物资拉过来 刚刚上午去送了一些钱给需要的人 拉到上午看的那个有孩子有学校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他们 已经和孩子放学了 现在已经5点了 我们准备把物资放在这个学校这里 这家工作人员说了把东西放在孩子的学校这里 因为孩子已经放学走了 我们去找工作人员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 明天他们来的时候可以发给他们 现在把东西都搬下来 这个我想给一些给这边的孩子 拿一个吧 OK 他们可以拿 OK 他们可以拿了 然后回家 不用谢不用谢 他给我们说感谢 We from China Thank you 谢谢中国 OK 他说我们很开心 有可能会阻挡那个放的地方 然后这个教室也会放一些物资 然后门口看到有孩子们画的画 现在没有办法正常给他们提供很好的条件 但是这里也目前来说也非常不错了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吧 帮我翻译给他们说我们是如何如何如何来 然后如何去科夫困难买东西送过来 因为最后我们选择了把这些物资尽可能多多分送给孩子 后续我们到了土耳其斯坦布尔 还会继续捐助一些东西给到当地的救援组织 因为这里呢太局限了 而且我们找不到真正负责人 所以只能把目前能买的东西送过来 拜拜 我们尽可能多做的都做到 然后我们现在离开这边 孩子们也抱歉 帮助很大也让他们知道了我们是来自中国 对于他们来说 中国人能到这里帮助他们 他们非常的开心 老师们给了我一个清单 说这里需要的 我需要这个 到时候回伊斯坦布尔帮忙翻译一下 OK 那不然我们回伊斯坦布尔买 拜拜 拜拜 拜拜